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老师你好 你好 这台电脑的驱动程序找不到了 然后驱动光盘我也找不着了 在网上我也暂时没有找到下载的地方 怎么办呢 我们可以通过第三章的驱动工具软件 来能驱动测试 要不我教你 好的 驱动工具软件是一种即驱动管理和硬件检测为一体的软件 可以为用户提供驱动备份 恢复 安装 删除 在线更新等功能 常用免费驱动工具软件有 驱动精灵 驱动人声 360驱动大师等 我们以驱动精灵为例 二 下载 登陆驱动精灵官方网站 下载最新版本的驱动精灵软件 三 安装 第一步 运行驱动精灵安装程序进入安装界面 第二步 单击更改路径 选择合适的安装路径 第三步 单击一键安装开始安装 四 使用 第一步 运行驱动精灵软件 单击立即检测 开始扫描驱动程序 第二步 扫描完成 会自动列出需要安装和可以升级的驱动程序 选择需要安装或升级的驱动程序 单击一键安装 一键安装 第三步 安装完成后重新启动计算机 第三步 安装完成后重新启动计算机 驱动程序就全部装好了 谢谢老师 有了驱动精灵 就再不怕驱动程序出问题了 接下来 你要试一下驱动精灵的其他功能 比如说驱动备份 驱动还原 好吗 好的